煤炭的一个消费比重 在商品能源结构中占比75%左右 由此带来的大气污染和环境恶劣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一个任务很迫切 我们这个项目的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漂浮光复发电站 这片区域它是之前淮南的采煤的呈现区 我们这个光复发电呢主要就是利用这个太阳能 所有的这个电力的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和消耗 非可再生的煤炭支援 整个项目使用组件13万2400块 每一个漂浮光阵单元都要可靠的毛固在水底的毛固装上 以保证它不受水面水位的变化的影响 这要要求我们通过GPS定位 把它精确的定位的相应的位置 并通过拉毛绳与水面上的方针单元可靠的连接 我们建设光复发电站以后 把这个水面有效地给利用起来 节省了土地资源 还能产生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由于中国社会能源结构的改革 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肯定会越来越大 国家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绿色清洁能源 蓝天白云多了 然后污染少了 因为小便要关了嘛 那就是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咱们人民的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